在庞陀大雨中 出名人权律师高智盛的妻子耿和 雕塑嘉成为名 以及名任人士站在联合国总部前 高声呼喊诉求 对2017年8月13号到今天是 五年零一个月 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不知道他是死死活 因为高声现在是政府没有给我们给任何的 他是犯罪了吗 或者收监了 没有任何的通知 他应该是完完全全合法自由的公民 他应该自由 他应该回到家里 第七十号高智盛律师 在联合国集会的法轮功学员 也表达了对高智盛的声援 人权律师高智盛曾被中国司法部评为石家律师 经常代理涉及宗教少数群体的案件 包括法轮功学员的案件 并多次公开上书中共高层 要求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 并参与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仪式 2006年他被吊销律师执照 随后遭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非法判有期徒刑三年 他常年失去人身自由 多次遭到酷刑迫害 2014年出月后被当局持续软禁 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明月领袖王炳章2002年6月 在越南被中共绑架 被判无期徒刑 迄今被非法关押20年 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国家的脊梁 因为有了他们在前面为我们挡子弹 我们才会在自由的路上 我们才跟进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